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关于爱与相信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从小到大不断被教育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你的同学 人家表面上轻轻松松 说不定被地理偷偷用功 不要相信你的朋友 特别是那个现在或者将来 会和你发生利益冲突的 不要相信你的爱人 恋爱中要代价而沽 别着急着付出 总之 生存是一场战争 别人没事就奉上你的天真 三岁那年 我的父母离婚了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在那之后 爸爸一口咬定 妈妈是个坏人 妈妈则反复强调 爸爸是个懦夫 他们不断在我面前咒骂彼此 并且强迫我加入他们 强迫我去表达 作为子女的忠诚 如果我胆敢表示 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喜爱 就会被说成是养不佳的白眼狼 就会在下一次需要父母庇护时 被狠狠踢开 你不是很喜欢你爸妈 你也不愿意说他的坏话 那你的学费就去找他要吧 你看他是把钱给你 还是给你的后妈 你不是很喜欢你妈妈 你上次还想跟他走来着 那你去吧 你跟他走吧 去找他 我觉得我自己像一个乞丐 也渐渐明白 我是没有能力去爱 只有权力去恨 十四岁那年 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也办了一张假的身份证 我改名换姓 想要逃到他们再也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我心想 我要让你们失去自己的孩子 那样 你们就再也没有能力 没有脸面 和对方争执 我一个人生活 我打工 做兼职 甚至宁愿成为后来那个人体模特 被绞进那场舆论的漩涡 我依然不愿意回去 听他们所说的那些 我不愿意再听的 我无数次渴望爱与被爱 我可又无数次警告自己 别傻了 爱 就代表着要被伤害 于是我开始纵容自己 我纵容自己 抢先伤害别人 纵容自己选择自私 仿佛只有那样 在自己受伤时 心才没那么疼 在和丈夫刚刚相遇 并且相处时 我也是如此 我经常离家出走 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找回来 告诉我 她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家人 我经不住冷笑 什么是爱 要怎么爱 什么是家 哪里才有家 持续不断地失望后 丈夫忍无可忍 他跟我说 王云云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人 逼上你 离开你的绝路 我几乎要大哭 我又冲进房间 我想要收拾行李 我想要逃离那个 我不想面对的僵局 可是我忍不住去憎恨自己 王云云 你真的要因为 你没有办法去相信别人 你没有办法 去面对爱中所受到的伤害 而去把每一个你深爱的人 推开他们吗 我不要 我开始强迫自己 劝自己去跟丈夫发一个短信 我跟他说 对不起我 我不是真的想要伤害你 我只是 我没有办法学会去相信 他只是过来拥抱我 他把我完完整整地 接纳入他的家里 给了我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我其实有时候非常好奇 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可能 在爱这件事情里 我不会再被像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更不会再漂泊无依 无论如何 我想要去赌一赌 想要用尽我所有的勇气 去赌眼前这个人 值得相信 所以 所以我嫁给了他 在结婚一个月后 我感觉我还有爱的能力 也开始好奇 除了丈夫之外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 值得我去相信 我把我自己无比真实的 一百多本书 在网上免费提供 只要有人 告诉我他的地址和电话 我就把那些书寄给他们 我渴望知道 人们究竟会怎么样对待 他们无条件 没有付出成本 就得到的这份信任 两年多时间过去 只有四本书 在传递途中丢失 最受欢迎的一本 居然已经去了 四十二个城市 随着每一本书的返回 我都会收到一些小礼品 有时候是发卡 有时候是明信片 最夸张的一次 我打开箱子 看到整整一只盐水鸭 人们记得我无条件 给予他们的 必用各种方式表达着感谢 这让我无比坚信 爱与信任 可以成见 因为当我真正放下防备和叛逆 当我真正懂得去面对自己的懦弱和恐惧时 世界冲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和我一样 但我希望你们有勇气和我一起赌一赌 赌一赌 爱一个人就全心全意 哪怕只能幸福一天 也在所不惜 赌一赌 这个世界值得我们相信 并且得到它最温柔的回应 感谢观看